世界各地確診新型肺炎的病人 都是不斷上升 日本的情況居然好像有點失控 究竟接下來的走勢會是怎樣呢? 今天就和大家討論一下 很多地方的疫情似乎還是沒什麼好轉 如果真的控制不了的話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前兩天新加坡衛生部長 就講述這個肺炎 傳染的速度快到好像2009年的豬流感一樣 當年的豬流感 在美國開始就很快感染全世界 大概全世界有10-20%的人都感染了這個流感 當年幸好這個豬流感的死亡率是相當低的 今次的武漢肺炎的危險程度和死亡率 怎麼計算都是比流感或者季節性流感高得多得多 世界各地開始有些專家說 我們現在由一個局部爆發的傳染病 慢慢轉移變化成一個全球大爆發的情況 近一兩個星期在香港甚至在世界各地 大家都看到一些搶購物資的情況 這些情況是能夠理解的 但是也不是很理性的 人性對一些不可知的危機 就有一種莫名的恐懼 就像這個病一樣 當大家就不知道它有多危險 不知道它的傳染方式 不知道誰會感染到 就會變成嚴重的個案 同一時間你又看到很多人因為這些病而死 那種的恐慌其實是難以揭止的 但是這些情況是會改變的 因為隨著我們對那個病的了解 認識多了的話 如果我們很清晰知道 在什麼情況之下它會傳染很多人 或者有什麼辦法可以盡量避免 還有究竟它的死亡率有多高 哪些人會有最大風險 我們之所趨備的話 緊張的情緒就會舒緩 比如說是季節性流感這樣計算 每年都會來的了 比如當我們這裡季節性流感 很厲害地計算 美國就不會封關的 它不會說不讓香港人去美國 就不會在香港撤僑的 原因就是流感已經存在很多年了 我們知道它每年都會來 它每年都會令到很多老弱的人死亡 但是我們知道它一般來說的危險性不會太高 所以我們就不會說有一些很激烈的行為 搶購物資那些更加不會發生 那不是代表它不嚴重的 但是就因為我們基本上都預計它會是這樣的 所以相對我們那個緊張的程度會比較低一些 所以都在這裡賣一下廣告了 如果大家覺得我們這些有關肺炎的影片 是有用的話 那就麻煩就儘量傳出去 讓大家都知道多一些 知道多一些對疫情都未必說真的有什麼直接影響 但是你知道多一分的話 那你的緊張就可以減少一分 那希望就可以幫到大家 容易面對疫症 現在世界各地都嘗試用一種圍堵的策略 希望找到一些患上新肺炎病毒的病人出來 就是盡量隔離它 圍堵它 希望控制病情 那個病毒的困惑的地方 就因為很多人的病徵和感冒差不多 他到處走的時候 你真的防不勝防 這個病能不能夠就這樣控制 就真的很難說 當一個傳染病 圍堵的方法不能夠控制的話 通常下一個做法 就是要盡量 減低那種損失 就像你打仗一樣 本身是守城的 守城有守城的打法 但是現在城破了 有些敵人已經進了城裡面 你就要準備打巷戰了 打巷戰就很自然有另一種打法 如果它真的傳到季節性流感的話 你再嘗試去找回確診每一個個案子 那就已經不實際了 正如我們不會說每一年季節性流感的時候 每一個有雙風級發燒的人都會去做測試 找了他們是不是流感 資源上就不太可能 可能這個做法就是盡力去医治高危的人士 減低死亡率 這樣可能就下一步 當然是否這樣做呢 始終是新的病毒 未必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 我們希望這個疫症 用一些簡單的隔離方法都可以應付到 但是萬一如果不行的話 那個做法上就會有改變的 大家可能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最近都聽到不少專家說到 如果這個病變成風土病 即是說 經常都在這裏 或者好像季節性流感 每個冬天都會來 其實這個原理都是跟流感差不多 隨著事日過去 我們就會發展一些疫苗 或者發展一些藥物 我們總會研究到這些方法 可以就算不要說跟著這個病 但是起碼都是一個有效的控制方法 當我們有了這些方法的時候 大家的恐慌程度 就一定會大大減低 在結尾的時候 我也想提到一個歷史上的例子 未必一定跟今天這個肺炎 能夠相比 但是 大家可以有一個idea 以往我們是怎樣對付 一些很難對付的傳染病 80年代的時候 在美國 就發覺 有一堆男性的同志 那他突然間 免疫系統 就會失了效果 可能20多歲 30多歲 很年輕 就會感染一些很奇怪的傳染病 很多都會有肺炎 甚至 也有一部分人 就無端端 突然間 很年輕的時候 患上一些很少見的癌症 很難醫 然後 就不斷有人死亡 後來 醫生發覺 不單在同志身上 在非同志身上 都會有這種病 看到這樣的情況 當然非常之惹人害怕 你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會這樣 又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是這樣的 一部分這些病人 都曾經 輸過血 當時 所有血的產品 就已經過濾了 細菌 有什麼細菌 又可以感染人 就是病毒 最終 他們發覺 原來有兩種病毒 就是引起這個病 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HIV-1 和 HIV-2 即是外肢病的病毒 下一步的醫學研究 就顯示 有些藥物 能夠 抑制這些病毒 第一種用到的藥 我們叫做AZT 這個藥 初期的效果是不錯的 但是 這個外肢病病毒 其實跟我們今天的 冠狀病 有類似的地方 它一樣是 RNA virus RNA病毒 它的遺傳物質 變異很快 很快就會對藥 有了抗藥性 過了好幾年之後 才有 雞尾酒療法 原理其實很簡單 你變異 對我這藥有抗藥性 我用第2 第3藥 用不同的機制 來壓抑你 變異都沒有那麼快 可以適應了那麼多種藥物 所以 由96年開始 外肢病的患者 他的壽命 就差不多跟普通人一樣 我們今天其實沒有治好外肢病 我們暫時都不能夠治好外肢病 但是我們能夠控制他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傳染途徑 危險性 甚至我們已經有藥物 可以控制住他 所以雖然我們沒有辦法跟著他 但是我們大部份人 都不會對這個病 就有那種恐慌 像現在 那無論如何 大家現在採取的預防措施 都絕對不能夠鬆懈 一定要繼續做 香港現在的情況 都很嚴峻 其實不單止疫情 現在都不知道走向是怎樣 過去那七個月 那些政治的風波 都沒有什麼解決的象徵 更加不要說 即使疫情過了之後 各樣因素對經濟的影響 但是始終我都覺得 如果大家能夠 更多認識 那個病 那個真相 起碼 心都比較定 不是解決到什麼問題 可能疫情真的很嚴重 但是起碼 你知道的時候 起碼不會那麼盲目 那麼恐慌 都是 即是怎樣都是積極的一步 任何事都有兩面 災難來到的時候 都有一些積極的地方 譬如說 姐姐 回了菲律賓 回不了來的 可能就有個機會 給這些小朋友 就獨立一點 不要綁鞋帶 就這樣伸腳出來 叫姐姐幫她綁 大家都不能外出的時候 我發覺 還多了時間 可能跟女兒相處 她可能跟你說多了 這樣也未必是壞事 有災難來的時候 都迫使我們反思 究竟你 哪些人才是你最在意 或者哪些東西才是最值得珍惜呢 情況就真的不好 但是 大家互相鼓勵一下 期望風波快點過去雨過天青 然後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